收藏芭比娃娃 刘鸿正有属于男人的观点 这个是一种价值性的东西 它可能在我的观念里 它的价值是比车子更好的 用一台进口车的价格 办了两百多个芭比娃娃 严鸿正不觉得傻 喜欢芭比的世界 在他眼中五官性别 是对一种流行文化的研究和专业 芭比公司特别为他开一个魔 你只要看这一款的娃娃 是这个脸型的 都是那个设计师做的 它跟其他的脸型不一样吗 然后你仔细看有的是不一样 不同的设计师系列 芭比的脸型也有不同的特色 芭比身上的滑服 手工缝制 做工材质和设计原稿 足以媲美真人的定制款 现代版和收藏版的芭比 重现奥黛利赫本 马列莲目录的明星经典 致命设计师的礼服时尚 还有现实世界没有的完美 让严鸿正不可自拔 所以你收藏的发体真的 文数不少 是 对 这里面有最特别的 有 尤其是我的启蒙者 启蒙者 对 在哪里 请动吗 找到了吗 请动呢 就位压榨 就是这一只 是 它是 它是人鱼公主 它用它的头发 当作是海浪 波浪 所以它的头发是 已经到大腿 是卷的 它所有的 包括你像看得到这上面的影片 它都是用手工去缝制上去的 专业延伸就能创造市场和身价 这是经营餐厅的严鸿正 从收藏巴比的过程中 学到的行销之道 他也以分享概念出发 在自己的餐厅里 营造巴比娃娃美丽的家 在有些收藏人家部分的 它是商品 可是在我们的眼中 我们的心中 其实这不是商品 这个是收藏品 严红建福利与 跟大家分享 他收藏巴比的经验与感动 这也是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的大器 请动吗 手机要走 请动吗 手机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